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亚瑟王传说里面 这个阿伯伦象征着来世和去世的一个世界 当亚瑟王死了后 有九位仙女之一的摩根女王和两位女巫 用黑色的小船把她的遗体送到这里埋葬 这幅画里面的黑色头巾那个就是摩根女王 阿瓦隆也是代表着苹果的意思 因为岛上充满苹果树 也有可能是比喻像是伊甸园的世界 最早期这个名字是来自于一个仪式 组长把金粉涂在身上 然后到山中的湖里面洗净 祭司和贵族们就把黄金和白银 丢进湖里面祭神的 有人说黄金国其实是指印加帝国的库斯克 由于库斯克大量的生产黄金和白银 大部分的太阳神殿和供殿都是黄金和白银来装饰的 就是因为这样 引起西班牙人的入侵 大量的黄金已经被掠走 但是也有个地图显示 黄金国是位于哥伦比亚的首都 波哥达北方的湖 叫做Lik Guttavita的附近 其实它附近并没有任何的城市和宫殿的 但是西班牙人竟然在湖里面 打捞了300多间黄金器皿 第八古巴的沉没的城市 一个探测小队在古巴的海域方面 进行地床扫描的 在海底的2000两尺下面 竟然发现了一个石头建筑的遗迹 那像是一个城市的中心 也发现好像是金字塔和人手四身像的遗迹 现在有专案小组开始研究这个遗迹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2200尺的海床下面 有人说这就是亚特兰提斯 但是很多考古学家质疑这个说法 第七五个窟 Uncle One 这个是位于柬埔寨西北部世界最大的庙宇 它也是一座水上城市 在十二世纪 五个王朝的国王 苏利耶巴摩 用了35年来完成的 是用来供奉化身为印度教之神的国王 五个王朝是在中世纪里面 世界最大的城市 估计大概是有100万人的人民在里面的 澳洲、法国、柬埔寨的考古学家 保描藏在地底下的高棉王国的遗迹 发现占地3000多平方公里 比预计的还要大10倍以上 那问题为什么一夜之间人群成空呢? 有人说是柬埔寨国的路庆 但是就算是外敌的路庆 最多也是改朝换代啊 不可能连人民也不见的 解释不到百万人民一夜之间消失 也有人说五个王朝是外星文明 一下子消失的五个人是回到了天龙座 因为建筑材料并不像是1000年前的 第六 雷姆利亚 雷姆利亚 雷姆利亚的意思是 它们来自火星、昂苏星和天狼星 这是传说中的史前超文明国度 雷姆利亚也称之为 摩 摩就是玛德林里面的MO 据说是人类的起源 也就是所谓的异典人的开始 岛上充满美丽的 现在与绝种的动物和植物 那为何是一夜之间消失呢? 它可能是发生一些天灾 例如好像是海啸 你可以看这张图 他们是说 可能是因为海啸一夜之间消失了 或者是地块变动而沉没了 或者是分散到整个太平洋区 例如好像是富尔岛 大溪地和沙摩亚等等的岛屿 但是很多考古学家 坚信它是存在的 而且是和亚特兰奇是一样的 超文明